新北市政府地震局 包租代管小劇場 多年前 阿民父母從南部北上 因為當時沒有足夠的存款 只能租一間小套房 沒想到 冷氣與馬桶等設施 偶爾會壞掉 但房東都不願意來修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雲林清香 房東還三不五時要賬房租 下個月房租要調漲三千元 所幸 他們搖緊牙關度過困境 終於存了頭期款 買了起家庫 並生下了阿民 多年後 阿民長大了 有了不錯的成就 且事業有成 阿民幫父母買了更好的房子 房子沒人住 不如賣了吧 兒子啊 我捨不得賣 正當阿民走在新北市政府時 飛來新北租令報 上面看有包租代管的資訊 阿民決定要去找包租代管公司了解看看 您的房子加入包租代管 可以享有綜合所得稅 房屋稅 低價稅等優惠 而且我們也會幫你先過例房客 房子出租前也會幫你簡單整理 都會幫你處理好 您不用擔心 數日後 家豪淑芬夫妻 風塵樸樸從南部北上 正為了找不到一間合適的房子 而愁容滿面 家豪淑芬夫妻沿街找房 經過包租代管公司 看到包租代管的廣告 兩人決定了解看看 透過包租代管公司 你可以使用定型化契約 不怕遇到房東能力增加契約條款 租到的房子如果有問題 我們這邊也會協助修善 不怕房東不處理 如果有糾紛 也有多種糾紛條組管道協助你 誰想都有保障的喔 找專業包租代管公司 就對了 透過包租代管公司 家豪淑芬夫妻得以找到一個安心打拼的地方 透過包租代管公司 阿民幫爸媽的起家豬做了妥善的處理 而他自己也可以放心的繼續在外打拼事業 老爸 房子的事以後不用擔心 包租代管公司會處理得很好 包租代管公司 真讓我放心 新北市政府地震鞠關心靈